就變成八張 七張 然後就發現我們好像沒有達到標準 變成八張 少兩張 七張 少三張 然後一個禮拜少了五十張 兩個禮拜少了一百張 再也追不上了 不要讀了 不要讀了 然後讀金有什麼用啊 所以我們就會跳到另外一個 要來捍衛我們做不到 然後給我們自己的理由 對 合法的理由 都是你們推了個十張 不然我好端端的嘛 我睡覺就睡了嘛 現在我睡之前都有一個 兩張還沒讀完 睡之前都有三張還沒有讀完 那你是個什麼樣的��射呢 我好奇一件事情嘛 你們三位 就是 我相信你們都 心出了一段時間了嘛 特別是七哥 那我不知道在這個信主之前 或者是信主的初期 到底有多長的時間 其實你們並沒有穩定的讀聖經 那多久之後 你們開始穩定的讀聖經 這不讀聖經的基督徒生命 跟讀聖經的基督徒生命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也就是說有什麼利多或者是損失 你讀那麼多聖經 其實沒改變啊 也沒差別啊 浪費那麼多時間 而且我又不要當牧師 也不要當隨訓練老師 要不然我讀那麼多幹什麼 讓牧師去讀就好了嘛 這是一般人的觀念 那你可以發現 對於我自己成為一個牧者 我就很好奇啊 如果我推那麼多大量的讀聖經 對一個聖經來說 根本都沒有幫助 而且還亂扯經 那乾脆就收回來算了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神已經將神的話 透過聖禮賜給了所有的人 那既然聖靈是給所有的人 聖靈就是寫聖經的那一位啊 聖靈給了每一個人 可是用神的話我們不讀 這就怪了喔 那聖靈怎麼做功在神的話上面 然後呼應在我們的聖明當中 所以你們要不要來談一下 就是當你們信主之前 當然沒有讀聖經 信主之後 我們花了多少個時間 沒有讀聖經 然後之後 讀聖經了 對大的差別是什麼 很痛苦 因為每天都要讀聖經十章嗎 還是怎麼樣 你們要不要分享一下 對啊 這個回答正好 我像聖經上還有一句話說 他說聖靈 常說歡迎聖靈在我們聖明當中 聖靈是我們的引導 聖靈是我們的幫助 特別是祂是隨時的幫助 對 聖靈提醒我們很多的事情 但是聖經是怎麼形容聖靈的 就像在約翰福音裡面 耶穌說 聖靈使你們想起我的話來 嗯 所以耶穌說到 聖靈使你想起我的話來 所以聖靈會提醒你 但是是拿什麼話提醒你 不是那個韓劇的對白 也不是好萊塢電影的那個橋段 他是把神的話拿來提醒你 所以這也很有趣啊 你都不讀聖經 請問聖靈要拿什麼提醒你 也為難聖靈 那我自己而言 我18歲那年信耶穌的 我就拿到我的第一本聖經 我記得我就在 聖經裡面夾了一張紙 上面寫了我其中一個願望就是 我要把聖經讀完一遍 我覺得讀完一遍已經 很偉大了 很偉大 我應該可以畢業 對我建築應該沒有修改 我只夾進去 一年過去 五年過去 十年過去 二十年過去 不要說一遍了 連一張都沒有 沒有那個動力 感謝主了 直到2009年轉化來了 我想特別是瑜伽牧師 在全國推動讀聖經 十張 特別是十張啦 很多人問我們說 十張的聖經根據在哪裡 為什麼是十 為什麼不是九 為什麼不是十一 那很有趣 但是最少我從我 資深的經歷 我就傻傻跟了這個市場 那我讀到現在 自己大概算了算 大概讀了三十遍 到底對我人生有什麼幫助 其中一個 就好像我們剛剛談的 祷告跟祷告祭壇就不同了 很多人聽到祭壇就覺得你們是瘋了 你們只想回到舊約的時代 好像我們剛剛談的那個事情都是很古早的事情 都不知道現在已經是新約的耶穌來了 但是你聖經一讀就好像剛才各位談的一樣 國馬書說你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來了祭物來了 對 那讀到彼得前書他說你們是君尊的祭司 來了祭司來了 你知道嗎 就算你讀到奇事錄 奇事錄第一章 奇事錄第五章 奇事錄第十五章 第二十章 他都告訴我們你們要做國的祭司 要與神一同做祭司 最後還告訴你你是祭司不要忘囉 你就能夠有這麼多的道理 滿天飛來飛去 到底什麼是神的心意 所以你多讀你就能夠查驗神的心意 知道到底祭壇是還是不是 沒錯 第二個 我覺得這個對我生命就是很重要 我以前就是深信一句話 叫做江山一改 本性難以樣 本來就是嘛 狗改不了 實施 多讀神的話 就如希伯來書說的一樣 他說我的畫像兩刃的利劍 我這神的話這麼厲害 兩刃的利劍一樣 將靈與魂 截與骨髓都刺入投開 心思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夠辨明 神的話是靈魂體都給你動工 都給你翻轉 所以你過去發怒 多讀神的話 你就能夠持住 持住 你過去那個退縮的害怕的 沒錯 多讀神的話 裡面就有那個力量 神的話真的是能夠改變一個 對 所以我在想神啊真的就像說 約翰弗講說神就是道 這道就是神的話 神就在祂的話裡面 所以當初讀十章聖經 其實在剛開始我也覺得很不能理解 說一定要十章嘛 因為一個小時來講 你就是匆匆的讀了十章 然後每天每天每天 一年你可以讀到三遍到四遍 他的意義到底何在呢 後來當我真的認真這麼做的時候 我發現這跟祭壇也是有直接關係 為什麼 因為在這一個小時之內 你讀的這十章聖經 理論上你不大可能經讀 你可能只能順著讀下去 如果你很有律動的 每一天都這麼做的時候 我發現有意無意的 在你的生命中就產生了一個什麼 其實你就是在獻祭 你獻什麼祭 就是在那個時候 你把你的五星 你把你這個人 你的大腦袋全部都獻上 你單單的以尊神的話語為大 這個祭物重不重要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信心的舉動 一個現代人 你願意一天 你要出這一個小時來 單單的讀神的話 你甚至把你的悟性都暫時放到那邊 知道嗎 這十遍 二十遍的聖經讀下去以後 這十年來我覺得 我的生命的最大的改變 不是參加特會 甚至某些程度也不是來自於 你的所謂的聽道之類的 是什麼 是跟這個讀這十章聖經 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你說到底產生什麼樣的話 什麼樣怎麼變換 我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相信神是信實的 因為這是一個最有效的 最直接有信心的記憶 你尊神的話語為大 這個記憶先收到了 而且我也覺得 這是很自然的 神在這一個小時之內 很純粹的與你屠宰 在你屠神的話 像我是因為沒有實用錢跟實用後 沒有服用錢跟服用後 因為我一開始信主就是 就是被下命令 就是要賭私商 所以有福的 真的有福 所以我想說 我沒有這個前半段服用錢的問題 我是只是講服用後的問題 我自己是還蠻實在的人 就是我覺得要賭就是要有用 那我後來發現 我們的神其實也是很務實的一個神 他講的就像就約立位記一樣 就約那個生命記 他連吃喝拉撒 連大便站在那裡買 他都不教你怎麼做 我發現 我們好像連 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 所以其實聖經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比方說 亞伯拉罕說 一根鞋帶一根線都不拿 這個事情對我來講 就是運用在我的職場當中 當初有機會可以拿別人的 一根線跟一根鞋帶 但是這句話 蹦跳出來了 跟你說不要拿 我就沒拿 當初我很掙扎 不拿 可是我明明可以拿 為什麼不拿呢 按照世界的作法 我可以拿 還蠻多錢的 要不要拿 不能拿 還好我沒拿 沒拿之後 過了 而且不是馬上給你神 給你應驗 過了好幾年之後 欸 應驗到 還好沒拿那個錢 因為拿的時候 別人就說 阿天靠著那個人就發炸彩了 所以 聖經的話就是實用的 神說喊怒不道而弱 真的 你如果真的你之後 你照樣做喊怒不道而弱 你真的就是知道 那個生命會不一樣 結果會不一樣 可是我們就不想聽嘛 我們以為聖經 我以前一開始讀的時候 我以為是跟某某經 某某經什麼經一樣 就讀完之後就會疼空啊 或是覺得我希望聖靈充滿這樣 就是我希望 我期待是這樣子 我讀完之後 我覺得哇 來啊聖靈來 然後一直有那個想像說 等一下會不會疼空啊這樣 結果沒病 沒有疼空了 但就是 就是 然後後來發現 聖經是拿來 他還叫你去在職場當中用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如果 沒有弟兄姐妹們 如果你們都不知道 這個是哪裡用的 人類實用說明書啦 你不用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也不會疼空啦 所以也不能疼空 也不能用那不曉得賭這個要幹嘛 所以你就變得要 思想說 我賭這些事情是對我有益的 我會把它在職場中可以用出來 我是這樣想的 非常好 剛剛跟你講的 這是人類被神造 跟使用的一個手冊 跟說明書 所以呢 當你們剛開始讀十章的時候 每個人都講到自己的掙扎嘛 那你們在時間上怎麼安排 你們三個都是退休了嗎 還是都沒事做呢 還是每一天都泡七杯茶 泡一個好的咖啡 然後打開聖經 聽了很好的音樂 你們可以這樣子來讀聖經嗎 還是你們每一天 是怎麼樣去十歲 怎麼樣去完成這個十章的聖經 那對你們來說 它會變成一個律法嘛 如果你們做不到一天十章 你們會不會 就是覺得今天 哭告自己 今天就睡不好了 今天上帝一定不會保守我 因為要擦兩張嘛 然後明天就擦三張 後天呢 對對對對對 擦五十張 結果就乾脆不要讀了 差不多很多人會這樣 就是說我一直欠一直欠 然後一直補不起來 一直補不起來 然後就乾脆不要讀了 因為我們的心也很奇怪 是已經告訴我們說 人心比萬物都會髒 剛開始呢 一轟的人都覺得十張 然後後來呢 獨自來執行的時候 就變成八張七張 然後就發現 我們好像沒有達到標準耶 變成八張 就少兩張 七張 少三張 然後一個禮拜少了五十張 兩個禮拜少了一百張 再也追不上了 不要讀了 不要讀了 然後讀經有什麼用啊 所以我們就會跳到另外一個 要來捍衛我們做不到 然後給我們自己看理由 合法的理由 對 合法的理由 都是你們推了個十張 不然我好端端的嘛 我睡覺就睡了嘛 現在我睡之前都有個 兩張還沒讀完 睡之前都有個 三張還沒讀完 那你是個什麼樣的基督徒呢 你可以發現 這樣一個心思 是一個 什麼樣的心思 這樣對不對呢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我覺得 像這個 當我讀了聖經 一開始我也 不曉得說 為什麼要死障 我也陷在這個困惑當中 我讀少了是不是 我就 這個 我就是有罪了 上天就不祝福我 我讀滿了 是不是這個天門就會敞開 嗯 我想很多人被這個困惑 但是當我們讀了神的話 其實神的話 自己解釋神的話 嗯 所以我們看看聖經裡面 他是怎麼去解釋 我怎麼讀聖經 我想有兩段話 其中一段話就是說 他說我的話 像蜜一樣乾淨 他說我的話 精精更寶貴 嗯 那你知道人活著 就兩件事最開心 錢賺多一點 東西吃多一點 對不對 錢賺多的人萬一不能吃東西 也是一種苦啊 想吃東西但是沒有錢 也是一種苦啊 所以就好這兩個都有 他說 神說他的話 是比精精更棒 比錢更棒 神的話 是比蜜 比美食更棒 好像上堂常美食 這是神的話所說的 所以你知道 這就是我讀經的心態 後來神慢慢來挑戰 就是你每天 讀一張 也比沒有讀好 那如果今天能讀三張 那就比讀一張更好 那你讀滿十張 就好像你今天把能賺的都賺到了 其實不是美嗎 所以我想 後來我也被神調整 跟心態 我不會因為今天真的很忙 我想 人 難免 是 因為生病 因為疲倦 我想沒有人要因為這樣去控告 你也不用這樣控告你自己 我想只有撒旦這樣控告 但是 你就把它當成 這就是今天神要給你的寶藏 神要給你的金金 神要給你的美食 你不是希望把它賺完吃光 其不美在嗎 所以我就去追求這個事 但是坦白的講 其實這神的話 真的對我們有多大的幫助 是 其實耶穌很有意思 他曾經用一個這樣的禮遇 他在馬太福音 我記得是第四章吧 當他看到魔鬼有一番這個 對話的時候 有一番鼠力爭戰的時候 這個魔鬼說 你們是餓了嗎 就把地上的石頭變成食物啊 耶穌說你忘了嗎 有一句話 在生命記 原來是第八章裡面 他說 我給你們吃馬那 是要讓你們知道 要注意我的話 是人活著 不是靠飲食 是靠我口裡的話 你看注意喔 這是經典 他不但出現在 舊約的生命記第八章 也出現在馬太福音的第四章 他說人活著 不是靠飲食 原來你能夠活得光彩 原來你能夠活得有能力 原來你能夠活得喜樂 是看你吃了多少東西 是靠我口裡 你看神的話多重要 我如果每天就吃這十張 人都為了健康去控制飲食 控制這個 那你要身心靈都健康 那把神的話好好的吃進來 怎麼行呢 所以換個角度 應該是把眼光調整過來 那就不一樣了 心態就不一樣了 是啊 我自己是覺得 那個是還蠻重要的 當你在讀經的時候 可能你一開始的時候 會很乾涉 可能不懂 因為一開始讀那個 尤其是立位記啊 民書記啊 念到整個都頭昏腦脹的 但我覺得當我讀完之後呢 我覺得神會自己 讓你自己體驗祂的話是真的 讓你自己心裡面覺得 第一個在讀的時候有感動 第二個是你在職場當中呢 神的話會跳出來讓你覺得 這個話是實際上可以用的 一旦你有這個感動之後 有過這個經驗之後 我想你不再回去吃神的話很難 因為你知道這個話 是對你有用的 或是對你有幫助的 會克制你在自然當中很多的 策略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個話非常有用 請問一下 對你有益的 對你有幫助的 你會不吃嗎 不可能的 只是因為你不 就是你會一直想很多 通告自己啦 要不要讀啦 這樣會不會律法啦 要不要換個什麼衣服 就是換整套祭司的衣服啦 然後點蠟燭什麼 你把自己搞得很複雜 然後搞得很 心靈誠實的 好好的就覺得 我愛你 我讀 我尊容你 我敬畏你 我敬畏你 神就會敬畏你 神就會讓你知道 我的話是又真又活的 當你嘗到這個滋味之後呢 你很難 跑不去了 就跑不去了 你很難叫你不要讀 牧師叫你不要讀 牧師叫你不要讀你都不行了 所以這件事情 是你一定要自己經歷過 齊哥你有經歷過吧應該 那你聽說一下 是我想很像運動啦 因為現在有很多運動的習慣 是 剛開始的養成是 有一點強迫性 是 腰痠背痛 腰痠背痛 甚至是所謂的 你要付出我的代價 看一下 所以當你到一個階段 就會到你一個 就是你會發覺 神的話語是活的 神的話語 神就在祂的話語 你想想看神的同在 會是不好的嗎 你知道其實 有的時候你會 在很忙碌的時候 你心裡面有一種可想 你會覺得說 好他怕 只有五分鐘 十分鐘 我可以把聖經拿出來讀一讀 你知道那種美好的感覺 你會覺得你不是瘋了 是你被這個聖經抓住 我覺得這個感覺 是一個現代很忙碌的人 如果你願意付這個代價 那我也再一次講 我說獨心 大量 我講的是大量的金融 在祭壇上 這個元素是不可少的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基 我們現代人 你願意挪出 一天挪出 將近快一個小時的時間 單純的獨神的華語 大量的獨神的華語 你認為這是個小事嗎 我認為這就是祭壇上 一個很核心的 也是挑戰你我說 你願不願意相信 你願神悅那於所限 你這是一個獻祭啊 知不知道這個不是別的 你說主啊 既然你的話 是就是你同在的一個 最簡單的事實 我願不願意相信這個事實 你花這一個小時 知不知道 當你這麼做的時候 一天兩天一年兩年 你會發覺你的生命 你幾乎沒有辦法去推 就是你想不改都不行 你會發覺你的生命 就潛移默化的 就被調整 因為神跟你同在的時間 就這樣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你會發覺你裡面的生命 就不一樣了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 我們在職場當中 要上職場 要去工作之前 如果我們沒有把我們的 我們的樹林紀律啊 培養好 我們很難去面對 我們好像騰空 我們在真空的 討論一個 純基督教的環境 那事實上職場 是不得了的 他是面對一個 不是基督教的環境 不是神的標準 如果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那個標準在哪裡 我們怎麼樣去轉化世界 我們怎麼樣成為一個祭司 其實我們就跟別人都一模一樣 我們不要說祭司 我們說我們就是跟世界一樣的 那基督徒存在的意義中 就必不大了 我覺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關於屬林紀律的培養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在讀金康開始 十張 哇 腰痠背痛 這不習慣 就不習慣 那哪裡有一個人要達標之前 你會剛習慣所有的東西 你學打字也一樣啊 你學鋼琴也是一樣啊 在上面 你要被捕 你要做任何事 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但是這一件事情的培養 卻是能夠造成我們身心靈上的 完全的不一樣 所以我想 這不需要落到控告裡面 那為什麼要讀金十張 其實就是因為 你可以很快的 至少把聖經所有一遍看完 你看如果我們把聖經十張 變成一天讀三張 那我們就要加三點多倍的時間嗎 如果是十張大概三個多月可以讀完 假設四個月讀完 那你加上三點多倍 就是說你一年讀完一次聖經 跟三個多月四個月讀完一次聖經 是不一樣的 結果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一年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你把聖經讀完的那一天 創世紀在講什麼 你忘記了 是啊 你已經沒有了 你創世紀講什麼 可是你如果四個月三個月就讀一支聖經 你知道嗎 最奧妙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當你在讀聖經的時候 居然前面讀的東西會跑出來 會提醒你說 這個我好像在哪裡看過 就像剛剛 像我講的 生命記第八章 跟馬太福音第四章 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們年輕的時候 在神學院 我們有叫做 Strong Number Concordance 那個就會在下面有那個串珠聖經 串珠在下面跟你講說 這個馬太福音第四章這一節呢 是串在生命記第八章什麼 他是用人去串的 但是現在是什麼 聖靈串我們 因為我們很快就被提醒了 很快 所以我們需要很深的達這個底子 而且呢 最重要的不只是對我們成人 對兒童更是重要 因為為什麼 在他的發展過程當中 他就很早就把聖經讀在他的裡面 那當急難為急的時候 可能我們什麼都想不起來 但是神都畫出來 神都畫出來 神都畫出來 你要抓什麼 你要抓什麼 是你隨時的幫助 所以十章聖經 其實它是有道理的 就是督促我們 這十章的背後真正的意義是 要你能夠快速地把 至少整本聖經打底 厚實的底子 厚實的底子 那如果有人 要六個月讀完也沒關係 但是你可以發現 像像我剛開始講的 十年二十年都還沒讀過一次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的就是說 我們還要再重新推一次 這個2020的時候 我們要推這個全國呢 一起來好好的再讀升級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最近我從運動員身上 才知道有個叫 HIIT 就是高強度密度的訓練 它的體能啊 油氧啊 肌耐力啊 那我們就發現呢 如果我們也來一個衝刺 不要跟別人比 也不要跟別的單位比 我們就跟自己 要求自己 我們以前 跑這個 五十公尺的時候 我們跑八秒 九秒 那現在能不能要求自己 我們對自己要求 如果十張 會不會在那一段時間 我們來定一個 那段時間全國一起 就快跑 快跑 一起大家來練嘛 你看大家如果說 全班同學 你看我們下課 我們全部來練跑步 哇全衝了對不對 對 然後說賽虹你自己去跑 很無聊欸 是不是 所以我是說 我們全國一起來 推動這個 那當你讀完了這個 更多的屬靈紀律的要求 因為這是對於認識神嘛 所以你不要把它當成有害 就是說我被控告 我被什麼 然後但是呢 花一段時間 更多的時間 譬如說我們就立志 如果在禮拜六跟禮拜天 放下的時候 我們掉的那些張數 我們用禮拜六禮拜天 把握起來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以就不用十張了 你可以三張 你可以兩張 你可以咀嚼 你可以查裡面的詞 但是這個時候呢 聖靈就像波濤洶湧的 那個我們的Database 變得非常非常大 來提供給我們 所有一切的資源跟資訊 這裡抓 那裡抓 那裡抓 我們好像 哇聖靈是活的 我們好像那個快速列車 可以開那邊 開那邊 以前呢 那段經文在哪裡 哪裡 哪裡啊 有沒有這段話 到底是歌詞 還是歌星唱的歌啊 還是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那我們就能夠成為一個 內裡強壯的一個情主 所以非常重要的今天呢 感謝三位來到我們中間 職場關鍵 關鍵職場 在這個 禱告跟祭壇當中 最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我們想 今天我們大家都同意 就是第一個 最重要 禱告跟祭壇 之間最大的不一樣 應該在 可能不是禱告 也不是祭壇 先開始 我們先把讀經建立起來 然後我們有一個好的讀經 好的神的話 那我們後續所談的所有事情 就不是人話 不是我們個人的建議而已 乃是放出四海皆純 聖利的話語 職場關鍵 關鍵職場 願神帶領我們繼續往前面的道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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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